是世衛開議的第一天 臺灣友邦和中國就臺灣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與世衛進行辯論 但是到了最後 臺灣的入會案還是被阻擋納入議程 衛福部長邱台元表示 會向世衛遞交抗議函 並且持續尋求理念相近的國家支持 而臺灣友邦土娃魯也在第一時間 為臺灣打抱不平 第七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開議第一天 臺灣入會案再次被阻擋 先前十一個具有世衛會員國身份的臺灣友邦 要求將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份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提案列入議程 並由貝里斯和盛文森為代表 與中國進行二對二辯論 中國及巴基斯坦再次拿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 反駁臺灣友邦國家論點 還堅持中方所稱的一中原則 指責臺灣執政黨 經過雙方來回激變 最終世衛決定拒絕臺灣入會提案 臺灣當局鼓噪參與世衛大會蓄意將衛生問題政治化 嚴重干擾大會的進程 完全是為了一己政治失利而犧牲國際公共衛生利益 衛副部長邱太元對結果表示遺憾 他說臺灣感謝友邦協助提案 之後會向世衛遞交抗議函 將努力尋求更多方式爭取國際支持 尤其今年來自理念相近國家的支持力度 比往年還大 期盼未來能有所突破 臺灣邦交國土瓦魯衛生部長 則在當天晚間出席民團晚宴時 表達對世衛決議的不滿 他強調圖瓦魯和臺灣擁有深厚的友誼 新冠疫情期間受到臺灣幫助 會持續支持臺灣爭取參與世衛大會 外交部則說儘管在今年一月 世衛職委會派訂單位議程時就有請友邦協助排入提案 但獲得的國際支持還不足夠 不過政府不會放棄任何可能性 會和林念相近國家嘗試找尋合適的推案方式 記者梁彥林志堅瑞士日內瓦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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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